互联的广大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甲鱼 欢迎大家和我去学习C++快速入门 这节课我们来谈继承机制中的构造器和吸购器 那么正如我们此前所讲解的 C++他支持程序员自己写出将创建或者销毁一个对象时自动调用的方法 也就是我们说的构造器和吸购器 那么在没有继承的情况下 我们很容易来理解这些方法在创建或者销毁一个对象的时候是被调用的 但是一旦使用的继承机制 我们的构造器和吸购器它就变得有点复杂了 比如说我们的G类有一个构造器叫做Animal 它是一个方法对吧 构造器它事实上就是一个特殊的方法 说白了就是一个特殊的函数 它将在创建Pig类型的对象时最先被调用 因为它是G类 G类是老爸是负类 如果Pig类 Pig类是Animal的子类 也有一个构造器 它将排在第二个被调用 因为G类必须在子类之前初始化的原则 先有老爸再有儿者 这个原则是不能够被改变的 然后我们继续讨论 如果说构造器带着输入参数的话 那么事情会变得更加的复杂 为什么 因为这时候你如果说两个参数是同样的话 应该如何来进行调用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时候我们的Animal是G类 Animal这个G类里边有一个构造器也叫Animal 注意了我们的构造器跟我们的类名必须一样 大小写字母也得一样 因为C和C++它是区分大小写的 对大小写敏感的 它有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叫做The Name 它是一个制服创类型的 这个The Name 我们的用法呢 是设计说 我们Animal 然后后面打一个括号 包含每个动物都有一个名字 对吧 包含了这个参数的就是这个动物给它命名 例如说我们每一只可怜的小狗偷都会把它叫做小白 每一个可爱的小猫都会把它叫做小花一样的 对吧 然后呢 命完名之后呢 它是把它存放在这个Name 这个属性里边的 那么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这里是一个类 Classic Pig是既成之PublicAnimal Pig这个类类是既成于Animal的 那它里边也有一个构造器 Pig个构造器 在这 好 那么我们的方法应该如何定义呢 刚才是我们的声明 那么现在方法是如何定义呢 我们就不卖光子误导大家 因为小姐发觉 有时候跟大家说 我们不能够这样 要这么做 然后呢 大家就经常把不能够这样的当成这样写了 然后正确的没学到 把那些比较奇怪的写法 倒是给写上去了 可能大家觉得小姐在讲不能这样的时候 觉得比较印象深刻 那好 所以呢我们这时候就不给大家说一些访例了啊 访面的似乎不说了 这就有点像我们的上一代人经常在教训我们下一代人的样子一样啊 不能看极则民部的片子啊 不能看松岛峰的 他们是在霍国殃民啊 他们是是在目的是使我们中国人民一决不振 哎 但是呢 大者们越说哎 我们越挑起了那根筋啊 越是去看越是去研究啊 所以呢 小姐现在就干脆不给大家说会出现什么样的错误例子了 直接给他要说这样写是正确了啊 大家可以这么写 我们看前面的话呢 是一模一样的 那下边的话呢 我们在这个pig的构造器里边我们没有任何的实现过程 我们直接将这个pig的构造器继承于animal的构造器 对吧 那好 这是一种新的语法啊 注意在子类的构造器里面定义加上了冒号animal 括号the name 啊 这个语法的含义呢 是这样子的 当我们调用pig的构造器的时候 以the name作为输入参数animal的构造器也将被调用 the name也是作为输入参数传递给他的 那么它的意义就是说 假如我们有一只pig叫做小猪猪 把它的制服创小猪猪传递给pig这个构造器的时候 和animal这个构造器的时候 复制动作事实上是发生在哪里 在animal的方法里面的 因为pig的方法里面是空的 它是直接继承于animal的方法的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例子啊 上一节课我们这个例子 关于小猪猪和小甲鱼之间的故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边呢 我们发觉了animal我们多加了一个构造器 而在这个构造器里边啊 在这个构造器里边 我们有name等于the name 然后呢 我们的pig和我们的turtle啊 小猪猪和小乌龟 它们都有不同的构造器啊 在这 pig啊pig pig等于继承于animal 然后里边不用填 然后呢turtle也是一样的道理 ok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这只猪的名字是小猪猪 这只每一只乌龟都有一个伟大的名字 小甲鱼啊 谢谢大家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呢 因为我们在这个对象创建的时候 我们给他的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呢 直接给了the name 对吧 这个参数the name 直接给了name这个属性啊 然后把它们显示出来 就ok了 忘事大吉 大功告成 我们继续讲课 嗯 好 在销毁某个对象的时候 鸡类的吸购器也会自动被调用 但这些事情编译器会自动替你处理的 因为呢 吸购器它不需要输入参数 所以呢 根本不用使用点啊 冒号superclass method啊 就是子类这种方法啊 这种新的方法 与构造器的情况相反 鸡类的吸购器在子类的最后一条语句 执行完毕之后再被调用 啊 这个很很正常可以理解吧 就像我们括号的大括号嵌套一样 对吧 必须把里面内层的小括号的执行完毕 才能执行大括号的外层的 为了让大家对我们上面的程序 有一个比较直观的印象 我们一起来编写一个小程序 叫做example 大家熟悉这个流程啊 好 那我们这个呢 主要是为了使大家熟悉一个流程 所以呢 我们写的比较特殊啊 我们首先写一个man行数啊 因为那个每一个程序基本上都是约定从man行数作为入口的 返回零表示它是没有错误的返回 好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我们首先呢我们定一个类 class 这个类的名字呢叫做baseclass baseclass就是鸡肋的意思啊 当然 我们必须在后边加上一个分号 小姐在这里关闭了这个自动填充功能啊 这个C blocks它默认是打开自动填充的也就是说你打下左 左大括号的时候它会自动给你在这里填充一个右大括号 但是呢小姐比较喜欢手动DIY啊 大家可以在这里自己设置 在这 setting editor 编辑器 进去这 这个brace是括号的意思吗 completion啊 completion是完成的意思 就是base completion就自动给你完成大写 大呃 大括号啊 小括号 这样子帮你填充啊 左右括号 我这里把它去掉了 所以自己写 好 然后我们写它的访问控制 publing 我们在下一节课会来讲这个publing 那么我们写它的构造器 叫做baseclass 再写它的吸构器也叫baseclass 然后呢写一个方法 do something ok 接着我们给它定义一个子类 给它定义一个子类 叫做 叫做什么 叫做subclass subclass class 它这个子类呢是直接 继承这个G类的 ok 好 然后这个子类它也必须要有一个构造器 和一个吸构器 因为我们说了 我们写的是光看它的调用流程 啊 完了之后呢 我们对每个构造器进行定义 进入G类构造器 嗯 然后点点点点点点 回车 我在G类构造器里边干了某些事 点点点点点点 好 这是我们G类的构造器 接着呢我们就应该写它的什么 写它的吸构器 对吧 写它的G类的吸构器啊 诶 吸构器又加上一个 波浪号 啊波浪号 语法一样 进入G类吸构器 我在G类吸构器里边干了某些事啊 也干了某些事儿 经常打错字 反应为小甲鱼 现在极度紧张啊 呃 接着的话呢 我们来写 我们这里不是有一个方法嘛 对吧 我们从上写到下 对吧 Voiz Voiz 这个方法是来自于 Base Class的 Base Class的一个方法叫做 Do something 好这里要写什么呢 我干了某些事儿 我干了某些事儿 嗯 诶 语法一样啊 进入子类构造器 我在紫类构造器里边 还干了某些杀 哎呀 忘恶的中文啊 然后写纸类的吸购器 好 进入纸类 吸购器 啊不写了 太累了 大家知道小姐在里边干了某些事就可以了啊 那我们来写man行数 man行数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定义一个subclass 定义一个subclass的一个对象 一个对象 哎不用夸啊 定义一个subclass的对象 然后啊 然后我们执行subclass这个对象的什么功能呢 什么函数呢 的do something这个过程 OK 执行完了之后呢 我们显示 啊 王社 收工 好 然后就return 结束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各个 鸡类构造器 纸类构造器 鸡类吸购器 纸类吸购器 还有我们这个鸡类里边的do something这个方法 分别是如何先后顺序的调用 我们来看一下 啊 烧写了一个public OK 啊好啊 我们首先是进入鸡类构造器 对吧 然后在鸡类构造器里面干了某些事 接着进入纸类构造器 在纸类构造器里面干了某些事 接着他干了某些事 接着是完工啊 也就是说 他是先执行这个 对吧 吸购器在哪里执行啊 在我们这个man行数要退出的时候来执行的 他是先进入纸类的吸购器 然后完了才进入鸡类的吸购器 对吧 一层一层的 一层一层的拨啊 就是这么回事 OK 那大家自己来领悟一下 相信大家刚才打字也比小姐快得多啊 刚才放了一个语法错误 写错字了啊 现在改过来了 OK 那么今天的视频教程就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